來 湯中文老師來給我們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的運勢得分最高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483 527 164 458跟661 來 易华老師 458 458 Yuki 661 661 483 527 483 527 我也要527 來 剩下164給我 未來一個月我在哪一方面的 運勢得分最高 觀眾朋友 483 527 164 458 661 來 選定理所開獎 好 看未來一個月呢 在哪方面呢 運勢最高分 我們看一下易华老師選到的 458 458這個數字呢 有80分 在桃花方面其實還滿不錯的 可能悶了一陣子 可能最近 桃花也代表一個想玩的心 然後想要交朋友的心 所以這陣子呢 可能悶了太久了 所以很想要出去玩 很想要去旅遊一下 我覺得如果在安全起見下 安排一個小旅遊也是滿不錯的 會讓你的運勢呢 跟心情的轉換呢 大大的加分 然後呢 這一個桃花呢 也會讓你帶來認識到新朋友 會有很多職場上的貴人來幫助你 恭喜你囉 好 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483 483由我們的國賢哥選到對不對 好 60分 分享體健 OK啦 平安健康喔 那對這最好了 最好了啊 反正有時間還長得很 對啊 這對我來說是100了 是 所以今天這個桃花主題 對國賢哥來講 還是沒有什麼用的喔 是 身體健康就好啦 有機會啊 身體健康它能等 對啊 真的耐得住 耐得住寂寞 OK的 真的 所以這60分那有什麼呢 最近呢可能真的還是很想要 有一點懶懶的 想要休息 然後呢感覺自己還需要 敘事待發的感覺喔 儲備能量 但是呢賺到了什麼呢 就是健康 因為養生啊 多休息啊 也是滿不錯的啦 所以這有60分的好運氣喔 在健康方面 好 來看一下呢 選到我們的527 527是阿美老師跟 阿明達老師選到了喔 好 這個數字呢 恭喜你喔 90分喔 事業表現呢非常亮眼喔 而且一鳴驚人喔 代表呢最近的可能 表達能力啊 說話啊或是專業上呢 備受肯定喔 所以在事業方面呢 你只要多加把握 但是呢 不要太過就是不努力 因為呢 當你選到事業的高分呢 會有點辛苦 但是努力呢 會有更上一層樓的機會 恭喜你們喔 好 164跟661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篤玲哥 那個164喔 164 因為大家都不要嘛 但篤玲哥呢 天生跟財運最加分 一百萬 好 每次都給篤玲哥 得到財生暴行 真的 你看賺錢還是要有福報 有福報的人呢 就是喜贏賢財啦 所以未來一個月呢 你可以多規劃好 理財的規劃 然後這個做好準備 你會發現說呢 財運呢 會轉換很多的一些 好的運氣 然後危機呢 也可以去除喔 恭喜你了 好 來看一下旋道661 我們Yuki選到了喔 也很好喔 有70分的好運氣喔 財方面呢 投資很棒喔 對 代表說呢 最近呢 可能在金錢方面呢 可能有一點點的 短缺 所以呢 想要努力讓自己變有錢 所以呢 會有一些好的投資的標的 你可以去做一下功課 是 那其實當你做功課的話呢 只要板大心繫 然後去做 會有一些偏財運的 謝謝老師 來 觀眾朋友請注意啦 好康訊息大放鬆 如果對我們月老 點燈法會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想要點亮自己 音源的光 點亮自己 音源的能量的觀眾朋友 請上命運好好玩的 官方粉絲頁查詢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感謝收看 拜拜